我们宣战的宣布 您好 520房间还空着吗 您稍等 有的 压力是一千 您的身份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凡 丫头 我上班了 小凡 你有事啊 丫头 你是哭了吗 怎么了呀 我恨李星 我恨他 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他 我就是死都不会原谅他 小凡 你先别哭 到底怎么了 你告诉我好不好 我觉得从哪开始 就应该从哪儿结束 丫头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会祝福你 永远祝福你 张小凡 你在哪儿呢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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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后 你知道黎欣的孙子在哪儿了吗 大哈黎啊 这点儿他应该还在床上了吧 你赶紧找找他在哪儿 我告诉你张小凡要自杀 你问问他到底把小凡怎么了 文后 我告诉你啊 如果张小凡要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让黎欣尝命你信不信 我信我信我信 你先别着急 现在最最关键的是张小凡在哪儿 她说 从哪里开始就要从哪里结束 你知不知道小凡跟黎欣开放那酒店在哪儿啊 我怎么会知道啊 你别急 我现在就给王明轩打电话了 你赶紧问问王明轩 问清楚了发音机告诉我 然后你赶紧过来 让王明轩把离心的王八蛋给我揪出来 好好好 马上马上 马上打马上打啊 我休息一下啊 你说什么 赵雅同意已经急了 我真怕张小凡出了什么事 你赶紧过来吧 行了 我现在过去吧 你快告诉我 大牙离带张小凡开房 那家酒店地址在哪儿呢 我知道 我短期发给你 你赶紧发给我 按照赵雅同意脾气啊 非把大牙离剁了不可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以后咱们俩在地方见 快 我回去了 请一下 出去 好好好 听说把手放在温水里 搁弯的时候 就不会感觉到疼 好 你确定是这儿吗 应该没错 离心情长带女儿来的 她就一混蛋 请问有没有一位 叫张小凡的女儿来 有的 上午十点 要的情侣套房 在哪儿会带我们去 她可能要自杀 快点啊 好 来 吃饭 你找什么 张小凡 爹 你吓得我了 你知不知道啊 你先说她 跟我只是玩玩 她说她喜欢我 但是她也喜欢别人 她说我们不会有结果 可是我真的喜欢她 我想跟她在一起 我该怎么办啊 别哭了别哭了 会有什么用啊 你有没有想过你父母啊 你这样做啊 他们亲亲父母把你带大 多不容易啊 你怎么那么傻啊你 打电话给李欣 打电话给她 大娘 既然咱们不熟 大人看得出来 在他们官家里 你最稳重 最成熟最有责任的 你说吧 这事该怎么办 小凡 这事都是李欣的错 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她就是一混蛋 犯不着你这样 你想不想把你这样做 对得起你爸妈 我现在把李欣叫出来 你们俩一会儿当面 把话说清楚 打痛了 她说昨天晚上睡晚了 起不来 混蛋赶紧出来 你怎么骂人呢 我骂你算轻的 怎么了 啊 张小凡要自杀 你说什么 我告诉你啊 二十分钟后 护城河边见 见不着你 咱就别做兄弟了 听着没有 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还有心情睡觉 你睡得着吗你 你不怕半夜起来鬼敲门啊 你瞧你这下半夜 我们要是晚到一步的话 张小凡就搁腕了 你不想负责 你别招人 公体西门 花花缩操操有的事 完事抬屁股走人 没人管你 张小凡是个换子 你招人家干嘛 人体想是有三成两端 你良心过得去 怎么样 我对天发誓 我要知道他那么认真 我碰他一下 我是孙子 你就是那孙子的孙子 认真你就害怕了 你以为你谁啊 是女的就巴着你不放肆 怎么着 你把女人都当什么了 要不是以为小凡单纯 没谈过恋爱 他能以为你轻生吗 我怎么那么想抽你啊 我什么单纯啊 谁谁都说自己单纯 没谈过恋爱 这年头 谁知道真的假的 你说什么 那你再说一遍 我不是说的适人话吗 适人话 干嘛呀 适人话吗 干嘛干嘛干嘛呀 披头大会啊 张小凡 可不是我强奸的你吧 这事我是有错 但是我目前不想结婚 我没定气静走 没玩够呢 我也问你我 要什么不少你尽管说 你现在搁什么万字 什么杀呀 弄得我哥们儿也跟我翻脸 你姐妹要抽我 这算什么事啊 到现在还做这种话呢是吗 行 小凡啊 咱也不用跟他说了 直接上他们家 找他爸找他妈 问问这事到底该怎么办 走 你等会儿 这是我们之间的事情 干嘛非要惊动长辈啊 就去你们家 问问你爸 这事到底该怎么办 你怎么办 张小凡 你是不是 想跟逼文昊似的逼我娶她 你是不是就会这招啊 行 我娶 我娶她行不行 张小凡 你听着啊 我答应娶你了 但是呢我是被逼的 啊 如果我们婚后要吵架 要闹离婚 那也可别怪我 行吗 你能不能说点人话 我怎么了 不就是我喝多了 把她给睡了吗 不是什么千尔万管的罪了 啊 她自杀就最大呀 那我也自杀行不行啊 啊 我也自杀去 啊 去啊 去啊 还能问你 你知道吗道歉 去啊 小大爷 是吗不对 你要什么条件啊 你尽管说 除了结婚 什么都可以 要多少钱你说 没关系 好吗 等等 你就没有想过要认真一次吗 你以为什么都能够用钱来解决我 小凡我这么跟你说吧 我离仙啊 从小到大 只会用钱来解决问题 我知道听起来很俗 但是这是我能够尽到的最大的责任 你如果觉得我侮辱了你 我真心诚意地向你道歉 对不起你 真的对不起你 但如果你要跟我结婚 我也可以很坦白地告诉你 我真没想过 我真的没有想过 要跟我认真一次吗 你真的一点都不喜欢我吗 是这样好吗 我错了 我真错了 大凡我离心是混蛋 我不该招惹你行不行 小凡 你就别对这种人貌有幻想啊 赶紧抽他一大嘴巴 你拿两轻 以后咱惊醒点啊 别再让人给骗了 抽我来 别别别 你抽我来 那你抽我 你有什么劲都往身上撒 来 抽我来 打我 走 你来我快球呢 小凡你别打了 干吗呀你 没出现 他从今一切错都怪我 你别打他 李心 你没有错 是我错了 是我不把你对我的好 当成是了爱情 我错了 我们俩听他了 小凡 李心 别再让我再见着你了行吗 不然以后我见你一次我抽你一次 小凡 你看你这事愣一会儿 我鄙视你 小凡 别生气了好吗 大压力他就这样 他完事不攻 你就全 其实这事我有责任 如果知道大压力他是这样 我绝对不介绍你们认识 行了 别在那儿马后跑 你也是 多大点事就整个自杀 想死我多少脑气包啊 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了 我就觉得我根本要活不下去了 这都什么年代了 你以为是在旧时候回来的 三从四得 现在怎么着啊 送你回家还是怎么着 我不想回家 好 那去我那儿吧 在我那儿待两天 我等会给你帮你妈打个电话 文昊 那你这两天 自己在外面找个地方待得玩 好啊 去跟小伯伯俩吃的回来 来 来 上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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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了 你这个小小子 你还记得回来 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 你又超之了 越越超越超越银行跟我打电话 说你那个银行卡都快刷爆了 一天班也不上 东游西逛 你还能不能有点出息啊 你冷静点冷静点 儿子他也没干什么别的嘛 不就是有点贪玩嘛 都是让你惯的 李先生我跟你说啊 连续几个月超支 我不得不对你做出惩罚 从这个月开始 每个月就三千块钱 银行卡全部没收 三千 怎么办 不够我加油的呢 是不是三千块钱也不想要啊 爸 你这何必呢 我注意点 我省着点花不就行了 那我说吧 还有你 如果我知道你私下给他钱 就别怪我不客气 放心放心 我知道了 知道了 你别发那么大脾气啊老李 把身体搞坏了 算你 我给 你饿死我算了 因为你 你爸都骂我半天了 你怎么想花钱啊 乱花钱 这次我帮不了你 我没办法 你自己好好想想 三千块钱怎么过我可不知道 呦 太冷了太冷了太冷了 跟我摸摸脚 哎 快点睡觉啊 嗯 别别别 老公我跟你说 嗯 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 我一个都没去过 嗯 我觉得 咱们还是去多蜜月吧 嗯 咱们不去远的地方 咱们就去郊区 行 我跟你说 现在 是我适用期的最后阶段 能不能转成就看这几天了 什么时候去 这时候都不能去 你理解理解我 真的 哎呀 我理解 可是结婚度蜜月 对一个女人来说 特别重要 我知道 你看啊 咱们俩在一起不能天天 你爱我我爱你 你弄我弄的是吧 咱们俩得吃饭吧 咱们俩得生活吧 咱们俩还得供房子吧 我也想天上钓入大馅饼 把我砸晕了 天天咱们俩什么都 不愁吃不愁喝的 天天带你出去旅游去 可是没有馅饼砸我头上 咱们俩就得靠自己 努力赚钱 王明轩 嗯 你是不是觉得跟我结了婚 我就跑不了了 你怎么婚前婚后 完全两副嘴脸啊你 我 婚前什么样啊 对我百依百事 无微不至 那婚后呢 杨凤英伟 敷衍了事 谁杨凤英伟啊 你要说我不一样 我还就是你不一样了 我哪不一样啊 哎 那你婚前的时候 你对我也百一百顺呢 你还跟我说 只要跟我结婚 怎么样都行 你看这一结婚 我不就没答应你 逗逗蜜月嘛 你就不一样了 哎 我要求逗蜜月过分了 再说了我就说去交区逗蜜月 谁去交区逗蜜月啊 想什么 你别说不去逗蜜月啊 你什么 只不过现实不允许 婚姻是浪漫的啊 现实 现实 这生活也是现实的 你走开你走开你走开 你给我好好看看这些数字 你现在越来越没有 生活情绪了 你可是我讨厌你啊 我生气了我要睡觉 这个人啊 谁没生活情绪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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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我生活情绪 哎呀我要睡觉 我生活情绪啦 你行天就没有睡觉啊 谁没生活情绪啦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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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简直就是 报军啊 三千块钱 怎么活呀 活该 因为你 我被你爸整整骂了一下 太过分了 你看看你那笔钱 不是在夜店就是在商场 你干什么了 你告诉我 花弄的钱干什么了 你这两个月啊 你过在家待着哪也别去 等你爸消了气再说 俩月啊 对 我这两个月怎么活呀 怎么不活 在家待着不挺好吗 陪陪我 那我会疯的吗 你要实在觉得难受 你也可以出去 你出去走走路 散散步 健健身 反正一分钱都不喜欢 那我更得疯啊 你疯吧 疯吧 我该说的都说了啊 没人陪你 我再也不管了 我跟你说啊 妈妈妈妈妈妈妈 要不然商量商量 一万块钱行不行 妈 你们把我送进人病院里啊 月得了 来 先喝点汤 嗯 姐 你看 你看 我在你家住 你还得请家照顾我 还得让姐夫到外面住 还给我熬汤喝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你想说什么呀 谁让你喊我姐呢 哎呀 就算是我上辈子欠你的吧 那 那这辈子我欠你的 下辈子我还 什么还不还的呀 您就好好的就行 别再有轻生的念头了 不然的话 我做鬼都不会原谅你 也不会放过你 嗯 小凡 我还得劝你 其实在这年头吧 嗨 主要是你精力太少了 在这个年头 这种事 根本就不算什么 谁还没遇到过混蛋啊 像离心那样的人 也太有人在 现在的人呢 浮躁 一样力大 极空经历 不敢负责任 更不敢动真心 你有这种经历也好 这种经历啊 宁愿你变得成熟 能让你了解男人 我现在就是怕我爸知道 要是再让我妈知道 就更不好了 你知道我妈那个人 我知道 我知道 这事坚决不能让你妈知道 再说了 你不说 你爸怎么可能知道这个事呢 我想赶紧找份工作 这样以后把这些不愉快都忘了 这就对了 你放心 姐帮您找 咱们赶紧的 还是你对我好 那你赶紧喝点汤 喝完了以后 我带你上街逛逛 今天呢 我们祝贺大名 小李 赵鹏 三位新人 转为我们 公司销售部的正式员工 以后五险一金 奖金 福利什么的 就都有了 今晚呢我请客 把手里的活忙完以后 晚上我们喊紧了 小鱼 小鱼 我来啦 我们吃饭吧 吃饭喽 喂 喂 老爸 哎 老公啊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你老公我转正了 真的 五险一金 奖金福利都是我的 这出去吃多贵呀 大明 你转正了 但是也不能浪费钱不是 再说出去吃啊 补卫生 就在家里做吧 妈做的 不比那饭店差 不 出去吃个饭 也能跟浪费钱丑呀 那在家吃就在家吃吧 那个 我 我帮你妈去 没没没 那什么那个 晓杨 你去帮妈打个手 打个下手 好 我给你 我给你帮忙吧 怎么能 来 来来来 大明 你媳妇小姿 你妈呢 在结诊官了 什么妈那样我还不知道 我没事 在家吃挺好 好 走 不行 我得 不太放心 我得去看看 对对对 多行啊 来 提昂 大明 你这转正了 工资就能涨点了吧 那肯定不能跟适用期一样了 中联可是大公司 对员工的待遇可好了 什么手机费 打车费 连中午出去吃饭的钱都给报 这这太好了 对对对 新瑶啊 你听见大明转正这事 你心里头 就一点也不着急 你听见大明转正这事 你早就说要出去找工作了 你早就说要出去找工作了 可是到现在 也没见到什么消息 前一段时间 你们忙着结婚啊 妈就不说你们了 可是到现在 这找工作这事 迟迟都不见下文 像你们这些大学生吧 有很多人啊 还没毕业呢 就出去找工作了 你总拖着不找 你真忍心 看着大明一个人要家呀 你怕你误会新瑶啊 为什么没找工作 这么回事 新瑶前段时间要考研 这不 别偷上了 这不是啊 就给耽误了 所以呢 这新瑶一直想找工作 这不赶上咱们家装修吗 这多怨我让我给耽误了 就是啊 没关系 妈你放心吧 这工作我一定尽快找 没事 没事 执法 执法 谢谢 小明啊 找着工作不容易 好好干啊 必须好好干 嗯 这火上还热着菜呢啊 嗯 嗯 嗯 哦 你坐这我我我我去 我去 我我我 你坐这 嗯 嗯 我跟大明结婚收了多少份的钱啊 没多少啊 没多少啊 没多少是多少啊 具体的我也没算过 哦 那钱呢 存了 那您存了多少啊 你问最干嘛 你问最干嘛 哦 哦 大明跟我商量着 这不是想拿这钱交月供吗 这是大明的意思 他没跟您说啊 那好 回头我给你算算啊 我呀具体确实不太清楚 妈 那行 那您就给我算算 这钱我们就先交月供用了 大明的意思呢 剩下的就我先管着 新嫂啊 你看啊 你们结婚了 你做妻子的 应该懂得勤俭持家 这回大明呢 转正了 确实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但是咱们没有必要到外面去吃 出去吃多贵呀 咱们自己买一点 做一点 既干净又卫生 你说是吧 是 我跟你爸 我们可都是工薪阶层 我们攒了一辈子了 也没攒下多少钱 这回你们俩结婚 再买房子 家里的钱啊 全都给掏空了 所以啊 我是这么想的 你们那笔啊 分子钱 无论是你们自己拿着也好 还是我帮你们存着 最好是啊 不要动 以防个万一嘛 你说是吧 我问她的时候她就敷衍我 还把我训了一顿 说我不懂节俭 说分子钱放在谁那儿都一样 反正都是要攒着的 不能花 我训练了 哎呀 闺女 你小点事儿 别让她没听见了 没事她听不见 她洗澡呢 闺女 这就是你不对了 哪能直接要啊 我不直接要我怎么样啊 哎呀 你直接要你 你婆婆心里多不舒服啊 你得 啊 跟你婆婆说 要弄点什么投资啊 什么的 那你婆婆才有面子呀 对不对 怎么这个事儿还耍心眼呢 那可不是嘛 那两口子过日子 有时候就得动点心眼 何况你是和你婆婆 啊 行我知道了 明儿我再去 哎 对了 你那工作事儿上点心 别给人落下什么花瓣啊 我知道了 妈 行 你早点休息吧 妈也该睡了啊 嗯 晚安 这么麻烦 真是不错了 没多少钱 哎呀 行了 你都给搬进去了啊 哎 小心一点啊 慢一点啊 别磕着碰着啊 慢点慢点 哎呦 欣妖你来了 哎哎 来得正好 帮妈妈掺摹掺摹啊 哎 你干嘛呢 我换起来家电了 哎呀 哎呀本来啊早就要换了 咱们家家电啊都乖了 哎回头把那洗衣机放这儿啊 好嘞 谢谢你们啊 妈 哎 这电室这么大呢 这比我们结婚时候买的都大吧 嗯是 是 卖电器的人跟我说啊 这电室就是买大不买小 买新不买旧 数码产品 更新换代的筷子呢 哎 慢点慢点 还换一个洗衣机呢啊 这俩加起来得换多少钱啊 这也就不懂了 这家电要是分着买 那就不合适 不能打折 要是在一块买 那就合适 能打折 这俩啊 加起来 我省了好几千块钱呢 这家具我也想换点新呢 看 这新家电就是有气派 这不错啊 大明 哎 来我给你兑一下上个月的销售记录 来 你看 又喝 这都用上iPad了 够苹果的你 我哪够啊 你看你那宝坤 都用上苹果5了 开什么玩笑 哪出苹果5了 哎 宝坤 来 过来一下 给人家展示展示你苹果5啊 哎 这种啊 哎呀 不是苹果5 苹果4S 苹果5还没出呢 4S啊 你跟iPad4长一样吗 哎不 它这个中央处理器可比原来快了 一个iPad 一个苹果4S 我这连四袋苹果都舍不得买 我这个啊 主要就托我老婆服了 它从国外给烧过来 哦 老婆买呢 嗯 你老婆真给物 我老婆这个工作吧 它就是基本工资外加提成 赶上效益好 是赚的比咱多多 看样子两个人的工资 就是比一个人的强哈 那你也得赶紧找个 会赚钱的老婆 帮你买一个苹果4S啊 对呀 你努力呀你啊 别闹别闹了 赶紧工作啊 啊 行 好嘞 哎 对了大伯 哎 我给你说一下 这上个月的销售记录啊 是得 你先告诉我这个iPad多少钱 大概得三五千吧 三五千啊 三五千 这销售记录回头也抬出去啊 好 哎 慢点啊 不客气啊 嗯 来家找我有什么事啊 嗯 我来附近找工作 顺道进来看看您 妈 嗯 我前两天跟您说的 我们那份子钱 您给我们算清楚了吗 嗯 份子钱啊 嗯 是不是这样 我给你们俩啊 存了一个十年的死期 嘿嘿嘿 为什么 你来跟我说这事的时候 妈妈没反应过来 哈哈 现在上次你也不管 你没份钱 我给你们 用大名的名字 存了一个十年的死期 哈哈 那挺好的 妈我走了啊 阿桑我就不留你吃饭了啊 哎呀我自己会买的吃啊 哎呀这孩子 没轻没状的嘛 真是的 你老这样 你说你回家之前 你一直不打个电话呢 永远突然袭击 拿我这当旅馆了啊 我跟你爸我们都上中班 家里学生出房 什么都没有 妈给你坐这儿饭去 那不用了 我在外面都吃完了跟朋友 跟朋友 嗯 跟奶朋友那一碗饺 不是 童馨 小凡你要在外边谈朋友 你可得跟妈说啊 妈一点都不封建 真没有 我跟那人都分手了 这说分就分了 这因为什么呀 不为什么 我看她烦 我不愿意跟她在一块 你看谁不烦呢你 你看你妈烦不烦 妈 也没准那孩子是挺烦人的 年轻人在一块呢 可如今你看这搞对象啊 哪个不图个经济实力啊 爱情呢 又有爱情 又有经济实力 那当然是好啊 但是啊 这个爱情要是跟经济实力 要是发生冲突的话 经济实力占有事 那你当初选择我爸 也是看中她的经济实力了 你 你现在这种这个年代 你不能拿我跟你爸那会儿 我们那个年代相比 那完全都不是一回事 我跟你爸那会儿我们是什么 我们那是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年代 我们吃苦我们都吃怕了 这不想让你嫁个好人家吗 贫贱夫妻百世悲哀 最后为钱打架打到底 我累了 小凡你要是因为一点小事 跟人闹矛盾啊 你就赶紧跟人和好 这老大不小了 也没个工作 你嫁个好人家呢 这算你有本事不说吧 这 妈也就不用那么担心了 我上班去了我 你在家没事 你给我好好想想 妈 妈 明天安慰了 嗯 那什么时候回去啊 我后天 哦 好 我明天我要必须见见 你那位闪婚的老公 啊 还要见呢 我怎么能不见呢 我就是再生气 你婚都结了 我又能怎么样 我总得看看没见面的女婿 长的是方的匾的还是圆的 妈你说什么呢 您是不是职业病啊 在那家里还有好人吗 她为什么不见我呀 见见见 不就是见面吗 回头我问问啊 这可不是问问啊 明天我要见不着她 你啊 就给我去离婚 我也想明白了 现在离婚也不算什么新鲜事 你既然做了这么离谱的事 我也用非常规的办法来对付你 妈 你这就再不讲道理了 童童 妈这都是为你好啊 你说你是多稳重的一个孩子啊 结婚这么大的事 你连个招呼都不打 你说那个男的是真心给你过日子 还是你是玩玩啊 他要是想玩玩 等他玩腻了 回头跟你离婚 男孩子不要紧 女孩子离了婚年纪大了 就不好长了 我必须得见他 我必须得了解他到底是什么情况 妈你说这话我可不爱听了 你不是就想见他吗 那明天我帮你喊他出来就行 我累了你往睡觉去 老爸回来了 老爸 你老爸 你老爸 你老婆多好啊 工作一天累了 回家还有个任务饭吃 那个 这一天 就在家待着了 没出去找着工作 是啊 我出去投了几份简历 要找消息呢 我告诉你不知道 现在工作可难找了 哪有那么容易啊 你不去找啊 不可不经吃的没病 老爸 咱也不能指头解离是不是 你得主动出击 你看你这样 天天在家待着无鸡六瘦呢 该憋出病来了 整天胡思乱想多不好 你什么时候看见我胡思乱想了 有什么事 你妈都想在我前面了 还有我想的风 怎么了这是啊 大明 咱们俩结婚到底收了多少份的钱 这我还真不知道 你得问我妈去 我问了 我问了三次 你妈就是不告诉我 你知道吗 你们家今天买了一洗衣机 买了一电视 还说要换家具呢 这事我知道 没想到这么快就换了 我们家家店早就该换了 前两天净保护咱俩结婚的事 没来得及 你妈天天说家里没钱 冬蜜月不让去 就连我出去吃顿饭她都不让 说我不懂得节约浪费钱 她等 她等 她等买电视买洗衣机 你知不知道那电视和洗衣机 看着怎么都得两三万 那牌子那型号 比咱俩结婚时候买的都贵 是不是拿分子钱买的 瞎想什么呢 你凭什么说 我妈拿分子钱买家店了 吃饭吃饭吃饭 老师叔 你结婚 就把家里边都掏空了 没钱干这个没钱干那个 那没钱换什么电视啊 那电视又没坏 出去吃顿饭 都说我铺张浪费 多夸张啊 动不动就拿勤俭持家的 那大道理来教育我 咱们做小辈子呢 让着点老人 我跟你说我接受 真不让我妈去买家电了 就算我妈买了 那肯定也是 我妈那股票涨了 是不是 你说咱俩结婚 花的全是家里钱 家里真没钱了 咱们俩结婚 是我们家出的钱吧 那这房子谁的呀 你们家买的 可是我们家也出钱了呀 看你 非得分这么清楚是不是 咱那讲道理 我不讲道理 王明轩我跟你说啊 我嫁到你们家来 不是来受气的 你不是说了吗 老婆娶回来就是要疼的 你是不是早忘了 脑袋后边了 老婆娶回来是要疼的 那我跟你什么愿望去受了 你说你隔三差五 跑我们家 过我妈要份子钱 你有什么急事啊 你有急事你跟我说 我仗着你 我没有急事 为钱是不是给咱们俩的呀 为什么不能我攒着 看你说的 我妈攒钱为了谁呀 为她自己 好啊 就算我妈为了她自己 你说我这做儿子的 没钱给我把我妈买下店 这一毕业了之后呢 还得花她们钱 我这余心何人啊 我还余心不忍呢 我妈一个人过日子 咱们结婚 她拿了这么多钱出来 我还欣赏我妈呢 这什么钱不是你们家 还用你的家是吧 那我那一半呢 行 想要钱咱拼自己的双手去挣 是不是 人家都能挣钱 你怎么了 你说你前两天 还看看书要考研 这两天呢满脑子里全是钱 你说谁满脑子都是钱 你说谁满脑子都是钱 你说谁满脑子都是钱的 我跟你说啊 这钱我跟我妈商量 存私欺了 以备不时之需 你就别打钱了 咱们俩的钱 你凭什么跟你妈商量 存私欺了 那你说你让我怎么下你们俩 就这点破份子钱 你给你妈这两天打电话 嘀嘀咕咕 就垫着一点钱 我跟你说啊 十年之一举不出来 那钱还是咱们的 我妈没还你别担心 你凭什么存十年啊 那里还有我一半呢 你跟谁商量啊 妈呀 你怎么那么讨厌啊 别吵着吃饭行不行 我滚出去啦 不想看见你 这也是我的家 我说滚哪儿去我 你不滚去吧 行 你就晚上别上床睡觉 别闹了 吃饭别跟我哭啊 吃的饭都不是好事 王明俊 你以后都别上床睡觉了 讨厌讨厌讨厌 我们这就累把ken ten dorm 然后不吃饭 我懂得吃饭到 我胡夭九寧 不弄了